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啟讀 這文章是我的同事Don給我的 他的標題是 Women finds food in grandparents freezer dating back to 1972 then defrosts it Holy shit 所以女人找到食物在哪裡啊 在祖父母 grandparents的freezer裡面 什麼是freezer 我們一般在台灣理解冰箱叫fridge 那它的拼 完整的拼法是refrigerator 那我剛剛自己還 我這影片重錄了兩次 因為我他媽的冰箱這個是打半天打不出來打不對 因為我從fridge這個字變回去的時候發現到這裡竟然是沒有d躲在裡面的 所以冰箱這個字 它並不是把中間的frige拉出來變成了冰箱的縮寫 或者縮短這樣子 那它的縮短板必須有個d在裡面 那好像其實它本來是一個原本不同的字 我們這不扯 回來這裡 所以冰箱我們一般理解是fridge refrigerator 那什麼是freezer freezer是冰箱那個上層冷凍的地方 我們就叫它freezer 那也有的時候我們會有一整個冰櫃像超市裡面 它一整個櫃子就都是冰櫃裡面就放冰淇淋那一種 那個就叫做freezer 所以你不要叫那個東西fridge 因為它不是 好所以它在它的grandparents的freezer找到了一些食物 這些食物竟然能夠追溯回到1972年 也就是40年前差不多 OK 1971到今年的2050年前了其實 因為今年已經2021年了 So 50 years ago 所以這個date back to這個片語 就是能夠在日時間上能夠追溯回多久多久前 在高中的考試裡面我曾經見過一個片語叫做trace back to 那考題裡面似乎把這兩個拿來做考試 就看你說你選哪一個會是對的 那我們大概的理解是date back to畢竟有date這個字 所以它跟時間比較接近 如果今天警方尋現找到了一個什麼罪的一個殺人犯什麼之類的 那個祖賢的話 我們大概會就是尋現找到它 我們就會用trace something back to somebody這樣子 OK 所以它還有可能這邊會加一個壽子在這裡 trace the evidence back to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crime之類的這樣 好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date back to 1972 然後它做了一件事情就是defrost這個事物 defrost這個詞 在大家的微波爐上面其實都有這個字 就看你知不知道而已 frost這個字翻譯成雙齁 就是疑似地上雙那個雙 所以defrost這個字就是讓它除雙 也就是解凍它 你看 好所以我們來看下去下面的文字 A woman was horrified 她整個就嚇呆了 to find food dating back to the 1970s 所以剛剛說了找到這些食物 她能夠追溯回1970年代 When she clean out her grandparents freezer 她把她父母的freezer就清理了一下下的時候 那然後她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defrost 剛剛看過 We've all kept things well beyond their sell-by date But the items nearly discovered Probably take the biscuit with the oldest top nearly half a century old and the youngest over the legal drinking age 好所以 在看一下在說什麼 我們都有留著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超過了那個sell-by的date 所以這裡有個片語是我們在學英文比較少看到的 就是它要在什麼什麼時間前把它賣掉這樣 所以by這個有時候有那個界線的一個概念的一個界隙次 例如說 我跟你說我交給你一個project 然後我說你需要把這個project在禮拜一這個deadline之前做完 我不會跟你說 You need to finish this project before monday 我們一般習慣性的不講用before 我們用by 那也不會是on 大概最差的學生會選on 因為國中就學過on monday on monday 可是等到你英文在學上去的時候 你後來也會學到before 就禮拜一前 可是我的重點在於禮拜一是它的deadline 所以這裡的答案是by 而不是用before 而before monday就可能是monday sunday 到回屬 saturday friday 那沒有那麼久 我總之要你在deadline禮拜一結束掉 那他這裡講的這個 Nelie找到的東西啊 就已經超越他們的sell by date 所以這個sell by的意思 是我們比較少看到的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那個賞位期限 其實說法應該叫做 這兩個大概是 date of expiration 或者expired date 這兩個都看得到 好所以它就是expire這個字 expire就是過期 那這個字還可以用在醫療科學裡面 他們說病人如果死掉了 他們也會說這個病人已經expire掉了 聽起來好奇怪喔 病人怎麼會過期 可是你就想像一下是你的人生過期了 maybe that works for you 好所以我們再看下去的話 這個他就share了一個clip在他的tiktok上面 抖音上面 因為他就拿出一大堆 po various plastic containers out of the freezer and caption it grandparents freezer discovery 所以他拿出一大堆plastic container 所以這個字也就很簡單啦 他其實就是塑膠的容器 拿出一堆塑膠容器 裡面就是裝了一大堆 已經過期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他講的一些 後面的一些單詞好了 所以這個video呢 他秀出他filmy的vintage package vintage這個字啊 我們一般想講經典這個字 我們想到的是classic 這個字有經典的意思 像比如說90年代金曲 80年代流行金曲 80s classics 90s classics 所以classic就有經典的意思 它跟古典不太一樣 像如果你喜歡是古典樂的話 那個叫做classical classical classical music classical classical art 有古典藝術這種詞嗎 可能想太多了 但是classic是經典 classical是古典 那這裡這個vintage package vintage這個字 其實也就有經典的意思 ok 像vintage這個字有時候出現在什麼地方 像如果說你有喝某些酒 我們可以說這種酒叫做vintage wine 我打了半天打了全新半新有時候很煩 所以classic是經典 那vintage也可以是 ok 所以像如果說你喝到一種酒 這個酒非常的經典 所以有這麼詞叫做vintage wine 有這樣的一個字 ok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成年老酒吧 或許是 好所以classic vintage都有 所以他拍了這些vintage的package package這個字 我們上禮拜好像才講過這個字 它跟package是不一樣的概念 package有包裹的意思 呃 package就是一小包一小包的東西 那個包叫做package a packet of peanuts 例如說 就飛機上可能發給你那種小包的花生之類的 所以那個叫做一個package 所以他拍了這些vintage packets 這樣子 包括了有一大堆 這些都是一些品牌名稱 像cool whip 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就是其中一款美乃滋的樣子 cool whip 這個high-vieve cottage cheese I don't even know這個brand 不曉得 然後什麼best spread soft margarine margarine這個詞值得看一下一下 ok margarine 呃 margarine 那這個詞的意思呢 呃我們把它跟butter做比較 那butter是真的動物的油 margarine則是我們 台灣也有 就什麼福 不是福馬鈴齁 靠北 margarine就是那種 比較便宜的植物的那種 塗在奶油上的那種奶油 所以它好像是不是真的能叫奶油 我也不曉得 所以這個叫margarine 我也想google給你看 因為我講了半天 似乎並沒有幫助到你什麼 所以let's see if I can find the word margarine ok margarine 呃它這裡寫成食譜 不對 黃油植物黃油這個 這個翻譯大概還不錯 植物黃油 那 據說它其實不是好東西 所以你看這裡有人造奶油這個字 ok 馬其林好像是 我們好像在台灣有看過這個字的樣子 好所以你在懂 所以這個字叫做margarine 然後這女人繼續說了 她說cleaning out the in-laws fridge 就她的影片裡面講了 how about some blackberries for dinner tonight from 1972 how about some strawberries from 1984 or maybe some blueberries from 1983 所以要不要吃點1972年的黑莓啊 吃點1984年的草莓啊 1983年的藍莓啊這些的 好anyway 那前面這句我們看一下 蠻重點的 她正在親她的這個 in-law的fridge 那in-law是什麼 你看這裡還有一個EPS 表示她是所有歌 所以他們的fridge 所以這個概念 這個in-law其實就是 經過了法律上親 就是透過法律成為的親屬關係 那其實也就是透過結婚嘛對不對 所以妳跟妳老公結婚跟妳老婆結婚之後 她的 妳的另一半她的 爸爸媽媽就是妳的father-in-law 或者mother-in-law 那甚至延伸到她的姐姐妹妹啊 哥哥弟弟啊那些的 都可以成為妳的sister-in-law brother-in-law 所以in-law的概念就這樣 如果前面什麼都不加 就只講in-law的話 可能還是複數 因為如果兩個都還在 如果妳說my in-laws are coming 妳跟妳的同事抱怨說 oh my god over the weekend I'm gonna be so doomed because my in-laws are coming 所以我週末就慘了 因為我的in-laws要來了 妳不會把它想成是妳的另一半的 就她的另一半的 各個姐姐弟妹妹那些的 我們一般指的都一定是爸媽 所以要是前面什麼都不講 就是爸媽 ok in-laws 好所以這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多看一段好了 所以她就講了一大堆 你要不要吃另外一些藍莓呢 so how about some different blueberries from 97 how about some egg yolks from 1998 some butter from 1992 some ham broth for seasoning from 1993 some apple sauce from 1999 and some raspberries from the same year 所以這都是她影片裡面講的一些詞 我們簡單走一下一些名詞就好了 像蛋你知道蛋白其實就叫做egg white 所以蛋白的話那個白色 就用white這個字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說蛋黃呢 所以egg white是蛋白 那叫做egg yellow 啊不是 因為它是一顆心在中間 你可能想說那一顆心 不是我們上禮拜講過一個詞叫和嗎 有沒有 所以難道就egg corn嗎 不是的 它叫做egg yolk ok 所以這裡有一個詞叫做 how about some egg yolks from 1998 98年的蛋黃怎麼樣 那butter剛剛看到過是奶油 然後呢 還有這個詞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ham broth 那ham這個詞是那個 那個 不是sausage sausage是香腸 就是那個火腿 那broth這個字其實一般來說是那種湯頭的概念 所以chicken broth 就是那個雞的高湯這樣子 那 他說這個ham broth是拿來 for seasoning 所以seasoning這個詞值得看 seasoning是來調味用的 所以調味料調味醬什麼之類的 叫seasoning 那我們也有spice這個詞翻譯成香料 所以香料 seasoning 那還有一個詞叫condiment 它也有類似調味料的意思 像你去吃subway的時候 它前面有一大多東西可以亂加亂加上去對不對 那那個東西好像就可以叫它condiment這樣子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pizza上面亂加的那個調味料也叫condiment囉 因為跟subway一樣都放上面嘛 不會 我們pizza的特別叫它topping 所以這些詞都是可能有點重疊 可是似乎又在不同地方會使用不同的詞的這些概念 好anyway這沒問題 然後呢再來或許再說一下就是它描述一下這些食物齁 所以這些食物它貼了一些masking tape在上面 所以masking tape是什麼呢 我剛剛找了一下給你看 這就叫masking tape 它是拿來遮蓋東西的 所以它叫做masking tape 而且它上面可以寫字 ok 所以你看這個有的是紙做的齁 這個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齁 所以這種masking tape 那你可能想說這就叫tape ya tape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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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種 如果說講到比較強力的那種tape的話 那個叫做duct tape 那這個不是 duct tape的話是那種銀色的那種 我也順便找一下給你看 這個叫做duct tape 仿佛裡面好像還有鐵絲你知道有沒有 okduct tape 那這個的話叫做masking tape 好多認識一個繩子 沒什麼不好的 所以老人家會在上面寫15名字啊 然後還有date 日期寫在上面 ok 而且寫用這個字它不用write 它用的是print ok 就寫了漂漂亮的樣子寫在上面 然後上面其他的也有一些就是亂寫一些字 所以scribble這個字就是上面 胡亂的塗一些詞在上面 所以我們最後看一下這個冰箱長什麼樣子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ok 這就是這些老人家所用的 你看看起來好像還蠻有組織的 所以用一些container 剛才說過對不對 容器放在裝在裡面 然後像這樣子的這個容器 就是上面有一個藍色蓋子啊 就可以把它蓋緊緊的這一種 這個東西也有一個特殊的 因為它一個廠牌很有名 因此這個廠牌的名字就變成了這一種container的名字了 像我們上禮拜說過 photocopy就直接叫做xerox 那你知道搜尋就叫google 所以這一種 這個東西就叫做tupperware 那找給你看一下 這個就叫做tupperware ok 好也是美國 在這個 70年代還是幾零年代 創造出來的一種全新的產品 那現在也是大家都在用 tupperware ok 所以打出來給你看tupperware 所以這些老人家看起來其實是一個很有組織的人 他們就弄得漂漂亮乾乾淨淨的 把15個外包裝先丟掉 然後放在他們自己的容器裡 然後就可以好好在那邊放久久的 上面還貼個標籤這些的 ok我們講到這裡來 我們做下一個動作 複習時間 ok 複習什麼東西呢 我們剛剛今天講過的一些詞 像例如說 那個fridge refrigerator 你的自己的冰箱沒問題 那如果是冷凍櫃的話 叫做freezer 別忘記了freezer 那追溯時間回一個以前的時間 我們叫做date back to 剛剛這什麼中文啊 追溯時間回以前的時間 好啦anyway你懂意思就好了 所以我們說這個東西能夠追溯回國外籍時代 所以date back to 那相對來說如果是尋一個線索 找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用的可能是trace back to 可以齁 那defrost呢還記得嗎 defrost是把一個東西給解凍 ok因為frost有雙的意思 離儀式地上雙那個雙 那這個by的接系詞 希望你還沒有忘記掉 就是有一個deadline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我要你一個project 在禮拜一要做完是死線的話 是這個最後期限的話 so you finish the project by Monday ok 然後過期的日期 date of expiration or expiry date 那expire是過期 病人死掉也是過期 也是expire ok 那他放了很多在plastic container 我們就可以跟剛剛的混合起來 這種塑膠的container 最有名的一個品牌 tupperware tupperware ok 然後他說的這些是很經典的食物 所以這個vintage classic 都有經典的意思 classical 則是古典的 像剛剛說的經典了好久 vintage wine vintage wine ok 那小包裝 一包一包的東西 叫pack it 他的外包裝 就是pack it gin ok 打包package 這樣 是打包嗎 打包就pack 我們上個禮拜整理過 我要去旅行了 I need to pack 還有unpack 對不對 那margarine 剛剛說過了 這個是人造奶油 人工奶油 不是什麼好東西 ok 那butter 科學證明反而是比較好的 in-law 是你的 你的另外一半 他的其他的親屬們 都成為你法律上的新的親屬們 所以你們透過了法律來建立起了親屬關係 這些叫做你的in-laws 這樣子 什麼都不加的話 就只是父母 蛋白 egg white 蛋黃 然後調味 那個 香料叫spice seasoning 是調味的東西 ok 這個食物沒什麼味道 it needs some seasoning seasoning condiment也是有 想到它那個subway你吃的放上去的東西 condiment 那最後的topping 則是pizza專用的大概是 scribble 如果是亂寫東西在上面 ok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很有組織的人 you are an organized person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做這樣的方式 後面多了一點複習時間的一個特殊的section 讓我們的這個影片呈現出來比較有organization一點點希望 我也不知道 緊湊的部分 我們持續加強 我其實要有點道歉 就是你可能會 如果你用看的話你會發現奇怪 我的視頻就是右上角這個框框的部分 好像怎麼一下變大一下變小了 然後好像畫質也變差了 因為我錄到一半我的camera就有點問題 那影片要升 硬體出現問題的話 我們即便排解不了 影片還是要升得出來 所以我就升出了我比較老舊的這個webcam 然後無論如何我們把節目錄出來再說 那硬體的部分我再自己慢慢的去troubleshoot ok 所以自己去解決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用一個動詞叫做troubleshoot so I need to troubleshoot my camera 好那這也是無奈啦 沒辦法啦 那好最後這一點也囉嗦 你也可以不聽沒關係 影片關了也無所謂 總之我是Paul 我們下禮拜見 不是下禮拜見 我們明天見